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6月1日 中岸水手欲三杀牛卡速喷射击 中岸水手主营牛卡速喷射击的奥芝连赛事将在周二下午打响 牛卡速喷射击无疑是金济奥芝连表现最差的球队 目前仅手握14分坐稳副班长位置 而且球队已经多轮难球一胜 状态极差的他们金扑败局已定 中岸水手金济的整体表现有目共睹 皆因球队已彻底迎来焕然一新的一季 过去三个赛季骑士奥直联名负骑时的渝南部队 然而金济截止目前已交出11胜6和7负的不俗成绩 而且还有很大机会获得一个季后赛席位 不得不在阳的是 本土前锋马特师蒙宝刀魏老 现年35岁的他目前已收获10个进球 他与阿劳古奥尔组成了中岸水手最降的火力冲击点 而且两人在金济头两次对阵牛卡素喷射击中 都有入球进账 所以此番较量 两人的表现值得继续关注 正如以上所述 中岸水手已彻底甩掉于男分子的头衔 取而代之的便是牛卡素喷射击 赛季至今 球队仅取得可怜的二场胜利 输掉场次达到惊人的15场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不忍睹的是 全队23轮下来 单场入球数 在二球或以上的场次仅有二场 其余要么是一球 要么是失白果 使得球队成为联赛为一 以致军场入球数位过一球的队伍 试吻如此之疲软的攻击力 和以成功冲击对手的成文 再加上牛卡素喷射击 全队如今精神涣散 以许久未能尝到胜利的滋味 所以此番出征 牛卡素喷射机输波的可能性很大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